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飛猴 Nego 這個玩意 我想很多小朋友或大人小時候都經常玩 或者現在都會有玩 不過玩到整個車的形態 我想大家真的 不太容易做得到 這次Nego 做了一個 1比1的 物欄 Sender Model 其實他做完這件東西 還要重過原本的車 1,000磅 真的Nego重過真車 這個車 其實他們用了大概2725小時 其實好像說 還要比一架真的物欄多 8倍時間 即是一架真的都沒那麼久 他又很有趣 其實他想外形 全駅Nego 在後面這些位置 你都看到尾翼 各方面都砌得很足 那些擾流尾翼 尾翼、尾翼、側鏡各方面都砌得很足 最有趣的是 他的門 我們看看他的門 他的門 像真車一樣 一樣的開發 大家想想 如何砌Nego 如果這個開發 應該會掉下來了 但其實他有黏膠水 所以 不像我們平常 那樣 都會掉下來了 他不會太容易掉下來了 所以他可以 模仿真車 開門的角度 還有 他的車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內籠 軚盤 都是用原裝物欄的軚盤 還有椅子 你會看到 這個軚盤部分 把椅子的部分 和腳踏部分 理論上 你踩在坐下 應該跟真的物欄的感覺 是差不多一樣的 不過當然 你會看到旁邊 所有位置的裝飾 都是用Nego 砌出來 而它的軚盤 都是用Pairi P0 和Ling 但是 裡面的東西 都是用Nego 砌的 鮑魚 和鎖碟 都是Nego 不是真的可以 駕駛出家 可以開駕駛 只是純粹 在其他位置 都會用Nego 這輛車 你會看到 跟真的物欄倫 比較 真的不是普通神似 而是非常神似 真的可以這樣做 真的 挺瘋的 但是 這一款的物欄倫 就跟之前 做過的那輛Pugetti 有些不同 這款是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是不能動的 之前 其實 他做過一架 Pugetti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架 這架 真的可以動的 不是純粹 是 不可以動的 這架 真的可以動的 這架 真的可以動的 所以 這架 真的可以動的 他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 理論上 好像有五十多匹 那樣 都可以動的 但是 只要做到這樣 可以動的 已經非常誇張 這個 真的 要用多少 心力和創意 去做一件事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的精神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的精神 而其實 你看看 他這架的鎖 鎖 都是說 Lego 應該 是否真的能停車 還是能停車 我都不知道 但是 起碼是用了他最大的努力 去做一件事 就是用Lego 踩一架 動的車 也可能是很多小朋友 或者大人 曾經有想過 想做的夢想 而這架 大小朋友 就結束了這件 可能大家有想過 而 無論如何真的做得到的事情 我都很佩服Lego 他們的 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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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的精神 就是挑戰一架 動的車 一架 像真的 的車 真的 我都 很想買一架Lego 去玩 但是 如果要做到那麼 瘋癲 真的 有些困難 如果大家喜歡 那一架 無形 那一架 記得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鈴鐺 收回相關的資深 拜拜